我们继续说说这个马晓丽 马晓丽我们得先说说他爸爸 马文锐 马文锐是西北干部 属于陕甘苏区出身 按理来说和习仲勋 他们是当年是一伙的 都是西北干部 那么建国后呢 这个习仲勋五二年五把金金 他是西北一马 进京之后马文锐呢 在西北就是当上了 中国中央西北局的副书记 还兼西北局的组织部的部长 那也在西北位高权重了 五四年 就整个国家体制改革嘛 然后人大常委会成立 有了人大常委会 然后有了国务院 国务院有了之后 设若干部 其中有劳动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 劳动部的首任的部长 就是这个马文锐 就进京了 他是 马文锐是中共八大的 候补中央委员 那么马文锐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 这个 或者是 马文锐的这个仕途 后来如何呢 他后来的仕途 跟习仲勋一样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 习仲勋呢 因为刘志丹小说 刘志丹 那个所谓的案子 不是被打倒了 马文锐跟他一起 被打到一波里头去了 我们昨天还在提 还在提 刘兰涛 昨天我们说国史的时候 前天我们说国史的时候 说到了刘兰涛 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兰涛 做西北局第一书记 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刘少奇交代给他的 就是要他 在西北地区 肃清高岗 这个西北干部的这个余党 余孽 彻底铲除 西北干部在 东山再起的土壤 刘兰涛 刘兰涛当时是 这个习仲勋这个专案的 副主任嘛 主任是康生 但这个副主任事实上是 管事 具体负责的是这个 是这个刘兰涛 那么当时62年 这个刘志丹 刘志丹这个小说案 当时被打倒的 就是习仲勋 包括马文锐 包括马文锐 还有贾拓夫 刚开始打成的是一个叫 习贾 习贾刘反党集团 那叫习贾刘 就是习仲勋 贾拓夫和刘景范 刘景范 刘景范就是刘志丹的弟弟 刘景范的女儿 是北京的一大萨妹 北京的一大萨妹 代表50后的 那个 音乐家 刘索拉 刘索拉 习仲勋 贾拓夫 这个刘景范 是一开始 是这个反党集团 后来贾拓夫死了 贾拓夫死了之后 又把这个 马文锐给补进去了 变成了 习仲勋 马文锐 刘景范 反党集团 这个 习仲勋 贾拓夫 刘景范 反党集团的时候呢 这个马文锐仅仅是这个集团的成员 这个贾拓夫死了之后 这个马文锐又升 升升升级了 升成了主犯之一了 跟习仲勋和刘景范就并列了 那么后来这个马文锐呢 这个黄文锐政变之后 77年恢复工作 国家纪委副主任 78年的时候 就到了这个 回了陕西 出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后来呢 回到北京 然后退休 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个 90年的时候 就是这个马文锐 和彭真等人倡议 并成立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并且呢 是延安精神研究会的首任的会长 这个马文锐 那么我们看看 马文锐的女儿 马小丽 这个罗点点给他写信的 这个马小丽 和是怎么样对待 今天的领导人习近平 你看他们老一辈是那样的关系 大家听到了 那么按理的说 负一辈子一辈应该是 应该说 按理来说 这个马小丽和习近平 应该是 这个这个这个 负一辈子一辈的好关系 好朋友 什么 好兄弟 但是啊 这个马小丽 对今天的习近平 那是 应该说啊 这个出口不逊 哈哈哈哈哈哈 也算是 好兄弟讲说 叫实话实说 嗯 马小丽批评习近平 啊 他竟然说 今天二十大以后的习近平 还心底还发虚 他说习近平还发虚 嗯 马小丽怎么批的 怎么对习近平习总书记不敬的呢 哈哈哈哈 啊 这个 马小丽在微信里面 是这样 说的 他说连任之后 不首先研究经济工作 却跑去延安红旗渠 看那些假景点 假文物 寻求其执政合法性支援 这说明他心底里还是发虚 需要从假景点 假文物中获取 道统的证明和灵魂的庇护 习近平去延安 去红旗渠 马小丽说他去了这个地方呢 都是看都是假景点 假文物 哈哈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爸爸是延安精神 什么 刚才我们说的延安精神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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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延安精神研究 延安精神研究会的首任会长 这个事 哈哈 他知不知道是他爸爸 啊 他爸爸这个 提倡的这个延安精神 然后呢 延安呢 是他们的政治固理 都是 跟新中心一样 延安也是马文锐这些人的政治固理 啊 但是在马文锐的女儿这儿 啊 那都成了假文物 假景点 嗯 这个马尔丽接着说 他说习近平不知道最大的合法性不在那些假景点假文物 而在于经济和民生 在于荒在于荒腔走板的清零政策的即刻废纸 马小丽是明确的反对清零政策 啊 啊 说他是荒腔走板 他说习近平现在是舍本求末 本末倒指 啊 近整些形式大于内容的没用的事 每当看到这帮人走进假景点 面对一堆假文物 一脸肃然 私忧骨之情 发万般宏愿时 就觉得特别搞笑 只能说明这帮人的智商低到极点 经济垮了 民怨沸腾 不要说延安洪七渠救不了他 就是把所有的革命圣地 红色旅游景点都踩一遍 也于事无补 嘿嘿嘿 你看看 他就没有赴一辈子一辈 这马小丽是指名道姓的批评当今圣上 看来 他这个难怪这个罗点点 反对动态清零政策 然后为此呢 专门写信给这个马小丽 这是穿一条裤子 合作一条板凳都嫌宽的人 但是他也确实 给了我们的一个 透露出一个信息 你看 从陶思亮 陶思亮还有情可原 毕竟啊 还觉得有点冤 人家的正常的生活受到了干扰了 也可能确实存在北京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不然北京青年报也不能有那样的一个微博 说北京一二三四五怎么改进呢 工作呀 所以这个 陶思亮还有点冤 但你联系到陶思亮这么多年写的那些东西 他对于共产党的态度 那么 他和 罗点点和这个 马小丽 我想 他们三个人 那是可以唱一出戏的组合 三人 三个女人一台戏 他们可以唱一唱 起码在今天 在新美歌的这个小频道里 我是把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起 让他们唱了这一出 红二代 不再红咯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